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站农村 在我们农村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过了60岁之后 心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呢 咱去找一个人去聊天一下吧 爸娘 您在这晾快了 没事了 吃饭了吗 我还没吃饭了 老公在屋里吃的 我还没吃饭了 三个的 我还没吃饭了 你刚做完啥 嗯 大娘你老年人多大年龄了 七十三了 七十三了 那几个孩子 三个孩子 对 三个孩子 几个二 几个姑娘 一个二 两个姑娘 一个二 两个姑娘 嗯 有福 你说的姑娘多了有福 有福 大娘 你这是 几个孩子过的还是几单过 二两个人丹过 是两个人丹过的 嗯 二两个人丹过 孩子们干什么工作 咱俩前一张车带着上 几两天打工 咱俩来 咱俩走 哦 又快咱俩来的 嗯 又快咱俩来的 哦 找孩子们也给你吃吧晚上 不给吃 因为他在东边 呃 丹过是吧 丹过的 在东边做 这孩子们不是孝顺吗 孝顺 哦 你这花钱 靠什么花钱 咱俩 我想说 人家拿着第一包给人家给个钱 人家给个肺肺钱 哦 给个肺肺钱 大娘 你感觉是 你留学之后 在你心中最重要的人是 嗯 就是两个人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的 人家大爷是吧 嗯 就这样 嗯 我又说 两个人说 我拉过来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的 就是这样 但是不生气 就不生气 然后老头子不能生气 他是外长 今年都四十五年了 嗯 不能生气 然后谁都不生气 就不生气 就这么着眼红的 或者过一年 十一年的 生活好了 嗯 嗯 就这样 嗯 你把这 他也不能生气 哦 对 生气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一生气 在这个 哦 一生气 在这个 对 别人在严重 我一会儿再吃饭了 就老的火了 两个人 饱饱辣辣辣的 有个不高兴的事儿啦 有个高兴的事儿啦 有个高兴的事儿啦 能带一块儿呢 饱饱辣辣 你帮我 我帮你的油瓶 对 照顾 照顾 照顾这样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这样 饱饱辣辣辣的 你怕这二 二 二 闺女 安闺女在金兰 在人家饭店的干活 能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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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的 就是 孩子们又不能说 十字刻刻在那身边啊 嗯 他不够够够够够够 都是 孩子们都紧紫儿是吧 嗯 孩子在做 不会儿带给家 你有病人是妈的 是 可能这么照顾是吧 刚才通过和大娘的聊天 大娘说出了 心中最重要的人是老爸 比孩子都重要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